北京时间1月8日 据法国媒体Food Marketo首席记者Santi Aluna报道 姆巴佩已经与黄马达成协议 下赛季将免签加盟 围绕姆巴佩是否加盟黄马已经折腾了两年 现在已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刻 去年12月 黄马通过媒体向姆巴佩喊话 2024年1月15日之前 如果姆巴佩还不说ES 他们将会向哈兰德发起邀约 取代姆巴佩的位置 现在离节止日仅剩一周 姆巴佩还是低头了 姆巴佩 作为继梅西和C罗之后 足坛最有天赋的球员 早在2018年 姆巴佩就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 其风头当时无二 但少年得知的姆巴佩 远没有梅西的沉稳 其种种做法引来不少球迷的诟病 包括放了黄马的鸽子 在大巴黎排斥梅西等等 其人设也在不断走低 最关键的问题是 姆巴佩今年就将25岁了 但在个人成绩单含金量最高的金球奖上面 仍然是一球难球 如果他一直待在大巴黎 鉴于法甲的竞争力偏弱 要想在非世界杯年拿到金球奖 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对心高气傲的姆巴佩来说 绝对不可接受 当黄马最后一次伸出橄榄枝的时候 姆巴佩终于可以顺着台阶滑了下来 再来说黄马作为欧冠成绩最好的俱乐部 黄马一直渴望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 而不是之一 所以老佛爷再次当上黄马主席后 推行的是巨星政策 打造足坛的银河战舰 世界上几乎所有著名的球星都在黄马待过 但在C罗出走之后 黄马的欣慰日益黯淡 这对于黄马来说 亦是难以接受的 所以老佛爷在姆巴佩放了鸽子之后 仍然对其申请款款 其用意是想借助姆巴佩的名气 大力宣传黄马 吸引更多的关注 从而达到其推广欧洲超级联赛的计划 要知道 目前仍然对欧超计划念念不忘的 只有两家俱乐部 其发认者就是黄马 这就可以知道 黄马为什么对姆巴佩念念不忘了吧 对于现代足球来说 无论是俱乐部还是个人 都是生意 没有谈不拢的生意 无非就是价钱的高低罢了 当然姆巴佩低了头 并不代表他输